红桌买的文具 VS我买的文具 你买的肯定没有买的好啊 我不信 不信你看 长头发的笔 你见过吗 切不就一撮毛吗 还有全身长毛的笔呢 这是我的笔宠物 撸起来别提多舒服 呵 这白发苍苍的 想必岁数挺大了吧 不挺 你懂什么 我的笔能砸头发你能吗 双马尾 丸子头 麻花辫 还有嘻哈脏脏辫 觉得好看的小伙伴 快点个小爱心看看 再好看也不如我的荧光积木笔 拔出来看看 像不像一个迷你手榴弹 给你们表演一个凯蒂猫蝶罗汉 画画一支笔就能搞定 是不是很棒 大家肯定更喜欢我买的鸡打 因为它怎么敲都敲不来 用来解药就是number one 呵 小心被老师没收 放心 它只是一块鸡蛋橡皮 不不不不 我买的橡皮绝对无人能敌 吹牛吧你 小麦布里都见不到的气球橡皮 有长领鹿 有小狐狸 蓝色的斑马 还有绿色的小象 哇 下次你想看 我还得收动物园门票 让你看看我新买的笔蛋 用它装文件写作业会更快 滚去学习 因为学习是我妈快乐 我妈快乐全家都快乐 切我才不要呢 我有一本答案之书就够了 据说所有的难题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答案 我想问问这次月考我的成绩怎么样 尊敬的答案之书请赐予我答案 快让我看看 你会后悔的